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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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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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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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覺得因為都沒有在推啦 所以先賣的不怎麼樣 另外一本 這個我自己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但是卻已經絕半了 因為市場太小 那今天投影片會在這個整份投影片最後面 所以也不用急著那個拍照 反正最後檔案會給大家連結最後一頁 然後我們今天要開始今天主題了 我們主題是這個 開開心心寫測試 看得出來重點在哪裡嗎 這句話 開心對不對 開心 測試不重要 真的就算不會寫 沒關係 開心比較重要 來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是入門等級的 會有一些code 然後我會做給你看 但是看不懂 沒關係 重點要開心就好 來 我問一下大家 你們工作寫PHP嗎 來 雞雙 我知道一下 沒關係 有寫就好 OK 好 那下一個問題 那你們寫測試嗎 好 寫 那這些人就不會是我今天的TA了 沒有 我今天的TA主要就是 假設你不寫 或者是你不知道什麼測試的話 那你看一下 原來是長測試 測試長這樣 也OK 沒問題 來 關於測試這個東西啊 我們先問 為什麼要寫測試啊 你們覺得 有在寫的 有在寫的 剛剛舉手 有在寫 為什麼要寫 老闆說要寫 這個太官方了 有沒有比較那種 就是不寫會被壞的那種 其實有啦 比較正規的答案就是像這種 就是你不會知道你code改了之後 你改的A會不會壞掉BCDEF 你不會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很有可能是這樣這樣 你修一個地方 然後你推上去之後其他更的壞 你不會知道 因為你沒有測試 那也許想說 我可不可以找公讀書來點一點 可以啊 可是公讀書是人啊 人會懶啊 所以 總會偷懶 你們想一下齁 在 假設今天要你測一個登錄畫面 一開始已經很乖 那個Email跟密碼都寫很長 到最後呢 ABCDEF34 對不對 對 甚至可能一個A一個B就過了 所以 其實人會有惰性 人相對比較聰明 也不一定 人相對比較有靈性 但是會怠惰 那 再來那我問 問大家 大家覺得為什麼不寫測試 有沒有什麼想法 欸 這個來了 我 剛剛這裡有好幾個都打到 我本來想要做那種翻牌效果有沒有 就答對之後 登翻過來 可是我 我來不及做 來 我曾經聽過這些 這些說法 就是我光 我的那個本體要寫都來不及了 他哪有時間寫測試 呃 這個 這個是合理的喔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你明天就要教 我下禮拜就要教 你現在才能慢慢寫測試 這個其實說不過去 好 那 這個是合理 可是我 其實有一些客戶 有遇過那種我去幫他做顧問的客戶 他們 產品上限六年了 然後他說他沒有空寫測試 那可是那你這六年在幹嘛 好 我覺得時間是可以擠得出來的啦 你少追擠布局 少打個薩爾達 之類的 你時間就出來 好 再來 測試跑太慢 欸 這個倒是 測試跑太慢 因為他有的測試 因為當你測試很多的時候 跑起來就比較久嘛 欸 可是你要想 當測試 如果你的測試越多 測試跑得越慢 就代表你們這個專案的測試越多 這是一種炫耀 你知道嗎 就跟我錢好多怎麼辦 我家車子跑車太多 停不下怎麼辦 測試跑太慢是一種好事啊 這代表是我們這個防護網做得很綿密嘛 所以 測試跑太慢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是什麼問題啊 而且 現在在跑測試 大部分都丟CICD去跑 也不是你電腦在跑 所以 你跑太慢 你那個其實 你放著給它跑 你可以去樓下炒個煙 或泡個咖啡再上來 來 然後這個 這我聽過 就是 那個測試很爛 那改一改就壞掉 欸 你要想 你把測試改壞是誰的問題 你的問題啊 就是你的問題 可是 會覺得這個都是累的錯 測試很爛 就改一改 怎麼這個就壞掉 測試就是為了幫你去抓那些問題啊 就是那個防護網 萬一你改這個地方改壞了 然後馬上會幫你抓出來 好 所以 為什麼不寫測試 這是我都聽過理由 但是我真正 我認為啦 大部分 不寫測試的原因是因為 不知道怎麼寫 對不對 或者是不知道該怎麼測 或者根本連聽都沒聽過 或者是他們認知的測試就是 我用滑鼠點一點 有啊 我們都有在測試 那個用點一點那種 但我們今天講不是這個東西喔 來 緊緊 緊緊緊 來 緊緊緊 不用客氣 來 有一個詞喔 在這個測試圈 常常聽到這個什麼 TDD 好 這個測試 欸 中什麼 怎麼辦 測試驅動開發 來 這三個字啊 大家 一樣啦 讓你選的話 這三個字讓你選哪一個字是重點 反正三選一嘛 沒有 這個大家其實 可能會誤會 測試是手段 但是 真的 重點是 那個TDD是用開發的方法 它是透過寫測試這件事情 來進行開發嘛 你的重點我們在開發嗎 還是在寫測試 還是你測試寫完就不上線了 不是吧 你的重點是把東西做出來 只是那個測試是個手段 所以重點要擺在開發身上 就是這個development身上 最後一個D喔 不是前面那個T啊 T只是手段而已 那 TDD大概大概就知道說 欸 我先寫測試 然後再來寫程式 這是 寫 就是這個TDD的 算大方向 測試先寫 然後再 程式再來寫 問題是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啦 啊我功能沒寫 我怎麼測 對吧 這是很多一開始新手 接觸這個東西 的問題 可是我想問大家 反問大家就是 假設你今天要做一隻手機 你會 你會先畫藍圖 再去開模 然後再去做嘛 對不對 還是你就直接說 欸 我要做一隻手機 然後就開始做了 不是吧 對吧 所以你們在寫功能 還是在寫網站 在寫任何程式之前 不是應該先把藍圖先規劃好嗎 先把規格先畫出來嘛 對吧 可是 好像不是這樣子耶 那個今天需求來 那個PHP檔打開 FUNCTION 開始寫了 你怎麼知道規格對不對 你不知道嘛 需求對不對都不知道 你就開始寫 所以 舉例來說 我們剛剛講這個 這個功能還沒有出現 要怎麼測 就 就像這樣 這個就是 你看像這個地方 這就是一個 簡單的測試 我呼叫一個方法 可以穿3跟5進去 會得到30 然後如果成功 印出這個 失敗印出這個 然後 這樣一直行下去 保證會壞掉 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地方根本沒有這個FUNCTION嘛 所以 這時候會壞掉 就出現紅色的畫面 再來呢 其實我們是在 假設 它存在 因為我們 你跟我們 那個東西根本還沒做出來啊 你要做一隻手機 手機根本還沒做出來 你是先畫藍圖 先寫規格 所以 我們是在 工糖的智商 大膽甲色 那個東西是存在的 欸 我要好奇一下 你們多久沒有看到這個詞了 還是沒看過 知道這哪來的嗎 哇 糟糕了 那個 那個勾越來越大了 來 蛤 哪一個 這我不知道 這 這 我也沒看過這個詞了 我也是網路上看來的 來 大概長這樣 我們剛剛是先寫下面這一段 寫完之後再把上面這段補起來 對不對 就這樣才會正常運作嘛 但是這樣的測試其實是相對沒有效率的 因為 這個 這好醜 這很醜 所以就陸續有很多的 那種所謂的測試的工具 套件框架伸出來了 就 呃 其實事實上我們在寫這個 這個應該放前面 你要 我們在寫的其實不是測試 我們在寫的是規格 你要把那個spec先寫出來 所以 你在有些 呃 像我自己比較熟悉的那個程式語言 叫Ruby Ruby這個程式語言 他們 其實應該說在Ruby的測試的風氣是很盛的 因為 就是因為那個語言本身 相對的比較 自由 自由過頭 如果你沒有測試那很可怕的 所以 那個 在那個那個圈子 在Ruby這個圈子裡面 測試是幾乎一定要寫 然後 在Ruby圈子裡面 有一個最 算是試占率最高的那個 那個測試框架 叫做Rspec R就是Ruby的R spec就是規格 所以其實在寫測試過程中 你就是在寫規格 好 先有這個概念 來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主題叫做 pest pest 我覺得這個名字其實很普通啦 但是 它就起這個名字了 好 它是一個優雅的測試框架 我 老實說我 第一眼打開這個看 就看到它那個那個範例的時候 就覺得 這個不就是像JavaScript 有一個叫Jazz 你如果寫前端 你應該看夠嘛 然後 那個寫 我剛剛講Ruby Ruby那個Rspec 那語法都長得差不多 你只是用PHP在寫而已 所以 老實說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覺得 這沒什麼心理 現在有一種 有一種現在才已知用火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 嗯 好 沒關係 但我現在看 有發現它其實有一些 就除了那些 呃 剛剛有講的那個Jazz跟Rspec 那些框架 有的語法之外 它也有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我們就動手做個看齁 那 我有 我也放在 呃 稍後一樣那個連結 會在投影片裡面 然後 我先把那個專案先空下來 其實你要安裝 安裝的過程其實蠻簡單的 哎呀 等一下我網路斷了 有有有有 OK 所以 你只要 那個空那個專案下來之後 然後 你 我打開VSCode 等我一下 欸 換一下 喬一下 位置 好 你只要 打開VSCode 然後在這邊 下那個 用Composer 有沒有 用Composer嗎 還是用別套 PHP 寫到Rail 大概Composer吧 對不對 我想不到別的 好 有了應該還有啦 其他的 但是我覺得Composer蠻好用的 來 那我這裡有準備幾個檔案 到時候你們如果拿東西拿回去的話 呃 我這裡有按 有放在這個叫做 這個是 Path這個這個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Lavel的專案 它是一個 單純就是只有 裝那 直接跑那個Path 而已 它沒有Lavel 因為我覺得 我不想把事情變複雜 我只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 這個東西 它 在幹什麼 它的語法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如果點開 這個Unit這裡 我按到ABCDEFG 原因是因為 我要按照數據講 好 所以待會我們一個一個往下看 好 好 我們先開一下 這個 這個 fromPHP Unit 這個 PHP Unit 我記得是Lavel 算是它的預設值 嘛 預設的測試框架 那它寫起來其實有一點點囉嗦 大概長得像這樣 長得像這樣 就是那個Function名字有點長啦 然後 然後 可能要需要去繼承什麼什麼類別之類的 那 以這個來說 假設我這樣子的話 那我去跑一下測試喔 它跑測試其實 在Vender Bin裡面有一個PHP Unit 然後 去執行這個是在Test裡面的Unit的A吧 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你會看到有點點點 有看過嗎 你只要有跑過測試 你就看到點點點 這個點點代表說 OK 你這個一個點就代表是OK 對的 然後如果錯呢 假設我這個地方改成False 改成False的話 這個地方我們再跑一次 你會看到 有一個這個F 這代表這是Fail Fail 壞掉了 好 這個也沒什麼問題的 大家看習慣也都還好 但如果說假設我們今天換一個 換成用Path的這個來跑的話 Path給你的諮詢相對的更多一些 好 我們一樣用這個Vender的 在Bin裡面有一個叫PHP 不好意思 Path 然後用這個去跑 同樣一個程式 裡面 這個檔案 這樣 它會給的樣子好看一些些 有沒有 感覺比較漂亮一點 除了它應該說 它的那個Layout看起來比較好看 顏色之外 還有這個這個訊息 剛剛你可以看到 那個就是 每一個測試就是一個點 在這邊每一個測試都會有 比較詳細的描述 我記得PHPUnion 你可以寫一個設定檔 讓那個描述寫出來 但是這個預設就把 就把描述放出來 然後萬一這個地方有錯 假設 這個地方我故意改成False 講好了 改成這個的話 它也會有一些 它的錯誤訊息也會相對的更明確一些 它會告訴你說 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看有錯 其實還蠻漂亮的 就是以介面上來說 我這個人又很看外表 那一些工具太醜 我用不下去 所以我覺得不錯 這給的資訊還蠻好的 好 所以 假設我今天用 這個Path來寫的話 原本這個 其實Path是一個 基於PHPUnit之上的 一個測試框架 所以你在 PHPUnit裡面 會動的東西 所以在Path都會動 那怎麼寫 來 這邊可以動手來改寫 你可以把這些 這個 這個 這樣沒用了吧 這個可以拿掉 這個可以拿掉 然後 從這邊就可以開始寫 例如說 可以寫Test 然後 把這個 好了 就用你好了 用這個名字好了 這個名字很長 其實不用Test 你可以這樣寫 用一般的字創給它就好 然後後面會加一個 這個 我們在JavaScript叫CodeBack 然後在PHP可能叫CodeBack 然後在PHP可能叫CodeBack 之類的 好 然後接一個Function Function 然後 放這個東西 哇 我的大括號呢 好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搬回來 這樣 然後這樣子應該就會動了 剛剛那一頭可以變成這樣子 這個Test可以換 這個Test你可以想要換成it也可以 這個同意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改成這樣的話 這樣應該就好 就簡單多了 我先把其他線刪掉 長這樣子 然後這樣就跑 再跑一個PASS 應該是找 跑PASS 應該會動的 會動 好 那可是剛剛這樣如果你要一個一個改 我之前你的測試已經寫那麼多 你要改其實很辛苦對不對 還好 有人給工具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先倒推回來剛剛那個地方 欸 好 這樣 倒推 剛剛這個地方 在 PASS他們有提供一個 算是一個外掛 一個Plugin 它可以讓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只要去跑 這個PASS 然後剪剪一個Drift 大家知道 Drift有什麼意思嗎 有看頭文字滴嗎 頭文字滴不是那個 那個甩尾飄移 就用Drift這個字嗎 好 那個PAY一下 然後就做完了 這樣 夠快吧 因為他們是香榮的東西 所以他幫你寫好了 好 寫得又快又漂亮 好 這個 如果說假設你之前有一些 那個PHP Uni的東西的話 就這樣一個指令 應該就好了 除非 我不知道 我沒有很多經驗 但是我自己試了幾下 發現 我就亂寫它好像都會翻譯得出來 還蠻厲害的 好 所以 這樣子應該是會動的 再 再確定一下 好 你看 這三個都會動 沒有壞掉 好 這個是 我們的第一個 第一個檔案 我先把它關掉 好 避免 那個待會兒有些 那個干擾 雜訊 來 我們再看第二個 就是 剛剛我們翻譯完了之後 的東西 大概可能長得像這樣 這 長得像這樣 好 那這邊可能會有1啊1&2 好 這個亂寫的測試 然後這個 呃 在這個 Path 在Path裡面 它的設計很巧妙 它會讓這一個Test 這個東西 它可以回傳一個TestCase回來 所以它可以 就像那個JavaScript裡面 它會把自己回傳回來 可以繼續再 一直把它 往下 串下去 一直放連招 一直連下去 所以你看 原本的這一段 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可以這樣寫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把它斷掉 然後呢 這個List不用寫 你就這樣接上去 然後呢 這個List可以不用寫 再接上去 這樣 如果你覺得 換行比較好看的話 唉唷 這鍵盤卡卡的 這樣 有看到嗎 雖然這個畫紅線 但不要管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我可能是VS Code關係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原本的那些 就是 你要寫成好幾段 它因為這一個Test 要回傳的東西 可以讓你繼續再往下串 所以你可以 先測完這一條 再測完這一條 而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在那個 PHP Unit裡面 就有支援這個語法 所以這個是 就 因為應該說它 它是完全 完全有相容的東西 所以不用擔心 你就整個這個 換過去 這個我覺得其實蠻妙的 這個寫法 在我 記得我在GIS 或者在RSpec上面 比較沒有看到這種做法 我覺得這個蠻可愛的 我自己都想抄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就是你可以一直 連段連下去 蠻好的 蠻有趣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個 那當我們有些 寫到一些測試 來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測試 例如說 像是 假設 這個好了 這個 不好意思 假設這個測試 你暫時 不想要 或者不想寫 或者不會過 你會怎麼辦 你會怎麼辦 註解 為什麼註解 因為待會再回來寫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忘記的 對吧 註解 或者是 還有一招 這邊寫一個這個 寫個to do 一定會忘記的 我跟你講 to do就是不會do 賣發片 真的 多寫幾年 你就知道 什麼叫to do 所以 其實在JS裡面 它有一個功能 讓你可以暫時的先跳過它 它提供的功能 叫skip 這樣 那这个skip 当你挂在这个后面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跑的结果 它会提醒你说 这一个skip掉了 这个一个-skip掉 然后另外这两个是 是有在执行的 所以下次你只要跑这个东西 你就会知道 我skip了一个忘记做了 OK吗 这会提醒你了 你知道注解就是会忘记 然后测试全部过了 对不对 测试全部过了 那个没做到 有看到哦 所以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你就给它skip就好 好 那除了这个skip之外 我知道我们可能用todo嘛 对不对 它有提供一个todo 那例如说你可以在这边借一个 叫这个叫todo 这样 有 借一个todo 这样 那它会给你一个 不一样的东西 有没有 它会跟你说 你有一个todo 你有一个skip掉了 这其实蛮可爱的 我不知道这个todo的设计是什么 但是它就做了 这个 因为 你就skip掉 应该就够了 好 那 而且这个todo 它还有提供一个 那个算是报表程式 我记得是 就是你在执行这个 这一段code的时候 后面加上一个 -todo 它会列出 你还有哪些事情要做 这里 还蛮贴心的 但我觉得这里很太多 对我来讲 我觉得也太多 我应该用skip 应该就够了 但我觉得这蛮可爱的设计 好 好 那 事实上哦 在 这个pass里面 如果 就说假设你今天 只写一个 就只写 开一个头 就像这样子 写一个skip 这样it 然后没有写身体 或者是直接写个test 然后没有写身体 这两个 它预设就是当作 你要写 但是 你没有 你还没写 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跑出来的结果就是 你这两个是 skip掉 应该说这没有完成了 好 所以 如果说你懒得写 你懒得写skip 然后 你又 又不 懒得写skip 然后又不想把它注解掉 那你先把它身体拿掉 留个头就好 就代表这个地方 就是我要开个头 然后不要把它关掉 好 这到时候跑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会有警告 说你这两个没有完成 好 让它提醒你 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好 我记得我们每次啊 同事常常会在 那个程式码尼会这样写 例如写 那个 会写console log 之类的 好 这php会这样写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到时候上线要拿掉 然后他每次都说 他会这样写 很可爱 在那边写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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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提供另外一個外掛 它可以讓你開啟所謂的叫做 是甚麼 監看模式 我這樣時間來不及耶 來 我是到45分嗎 那我剩下 快來了 來 挖去下去 它這樣開著 然後你看喔 開著我 所以我這邊只要一打開 打開一存檔就會跑了 然後我只要某個地方改壞 例如說這個改壞了 馬上就會被我抓到 好 這樣 一存檔馬上就會跑 所以當你的螢幕比較大的時候 有一個 就是那種再大一點螢幕 你可以讓那個中端機 或那個跑側射視窗放在旁邊就好 好 這個其實蠻方便的 好 來 哇 還有一半耶 給點 啊 這個我很喜歡 這個 這個設計是 我在Rspect或JUST裡面 比較沒有看到的 或許有啦 我沒注意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看喔 這個地方我試了一個 我放了Email進去 所以我預期我的 等一下這太大 這樣 我預期我的那個Email 它不是空的 它Nut的寫法是這樣 先來個Nut再一個to be empty Nut這樣蠻清楚的 可是我這樣子 我一次只能測到一個東西 就只能測到這個Email 所以它其實有提供一個叫 with data 有一個用with的做法 你可以這邊放個with 然後可以帶 例如說一個陣列 帶一個cc add cc.cc 這樣 然後這一個 它會吃到這邊來 例如說吃到這個來個Mail 這樣 然後這個地方 就可以把 就可以把這個抽掉 換成Mail 這樣 然後執行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結果 也會長得比較不一樣一點 好 它會這裡 with這個東西 這個光這樣看 其實你可能還感受不到什麼特點 但是 在Path裡面 它有提供一個東西叫dataset 它dataset的做法就是 它預設會在一個目錄 叫做 就叫dataset這個目錄 裡面你隨便放一個 例如說放一個 一個點.php 看一下這個檔案怎麼寫 我只要寫一個叫 MailList 就這樣子 定義一個 dataset 叫MailList 然後它後面接個陣列 然後這個也可以 這是我的 這我先解開好了 好 這樣子 然後我只要這樣 我只要這樣解開之後 我這個MailList 到時候就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我把這個 前面這一頭換掉 換成MailList 應該是這樣吧 我剛剛怎麼寫 那大寫 哎呦 這個是大寫 這個是大寫 所以這個 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它這邊 這三個全部都跑 都跑一次給你看了 有看到嗎 你帶一個dataset過來之後 它就會 就可以 把你全部灌進來 這個 這樣的好處是 如果假設你在其他的地方 要測試的話 然後假設這個 你可以把它串到這邊來 就可以再重複的再被使用 它可以重複被使用 其實蠻方便的 那但是 偶爾如果說 假設你想要用一些 比較動態的資料 因為我這寫死 然後在 past他們有提供一個套件 它有一個外掛 叫做faker 那個faker 可以讓你長一些假資料出來 例如說這個地方 好它就用這個faker 然後可以長email出來 這樣可以讓你每次都跑出一些 一些怪怪 不一樣的資料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 上面這個關掉好了 哇沒有什麼 夠沒料呢 來 你看這一次是 這個是什麼名字 什麼 我不會唸 然後再一次 沒有每次跑的email不一樣 它每次測的資料都不一樣 好faker很好用 但faker也是 從Ruby裡面吵過來的 好 很多人在罵Ruby 結果一堆人都是從裡面吵過來 你們知不知道 LoveRail怎麼來的 LoveRail就是整個 復刻Rail是過來的 然後很多人寫那個LoveRail說 Rail很爛 那你從我們抄過去 你應該說很爛 對 搞不定的狀況 來 欸這有錄影對不對 沒有都很好 都那個LoveRail很讚 剛剛那個 對那不是我講的喔 我剛剛那個被倒帳號 來 這個 我看一下 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我看一下 這個這個我解開看一下 這段 好 以這個來說 因為這是在 這邊算是 PHP Uni的寫法 好 這個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是這樣慢慢測 但是 這個如果改成 用Expect寫法 大概會變成是 因為你可以看 我覺得 Azera這樣的寫法 是因為你要帶 有點像在Call一個Function 把東西帶進去裡面 但是 Expect的寫法 比較像 就 期待 我預期 Expect 我希望我這個Email 它 欸 這是嗎 不是空的 所以你看我在寫Ruby 好 Not Not To Be Empty 好 擋 那 to Be 看不到 Empty E-M-P-T-Y 這樣 這是Mail嗎 E-M-E-M-E-L 就是可以把 底下的這一個 一行一行把它 翻譯過來 好 這看起來OK 然後再來這是什麼 這是要包括 包括 這個 這個 要包括這個 這個小 那個這個點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爛的寫法 因為 其實你不會 正常不會這樣寫 因為你會丟那個常規表示法 來來驗證 但我只是 想要找這個機會 練 練一下這個而已 好所以像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去檢查 所以它有沒有包括 to contain 這個 應該是這樣的寫法 然後再來下一個 然後這是 點 所以 這樣原本那個 這個囉嗦寫法 會變得比較 用這個expect寫法 會比較 像在講英文 我期望這個東西是什麼 不是什麼 而且啊 這個 這個其實寫到這裡之後 它一樣可以連斷 剛剛那個都可以連斷 這個一定也可以連 所以我這個 這一串 整個把它 抽掉 好給它排好 好不排也可以啦 不排有點醜而已 這樣 這樣 喔會動 會動 會動嗎 這樣看起來就 其實蠻漂亮的 好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好 好 我的時間有限 所以 有趕時間嗎 有 大會有趕時間對不對 好 好 那我 我再講一個就好了 我再講一個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個 其他我想各位看光 我應該OK 來 剛剛那個檔案有錯 好 這個 最後一個 好這個 你看這個是我們剛剛有寫出來的對不對 然後 但是 光底下這一串 其實有一點 不是很清楚在幹嘛 所以如果說假設我可以客製一個 假設我現在想要 我寫成這樣 expect 然後 這個是 at email 然後 to be valid email 假設我想這樣子 這不會過 因為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預期的東西 所以這會壞掉 這會壞掉 那 可是如果說你想要客製化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好寫的 你只要這樣寫 用一個 這個 expect 然後呢 可以去 extend 去擴充 我剛剛寫這個 然後後面去接這個 接就是接這個 這個function 然後在這個function裡面 我們就可以把 剛剛的這一段 這一個整個把它撿過來 包在這個裡面 好這個很醜 但是沒關係 包過來 好這個地方 這就用 那個 用list.value 可以去抓得到 那個所謂的值 就抓到 你要驗證那個值 那這樣子 這樣子之後 你底下這個 這個 expect這個東西 是一個有效的email 就會動了 就會動了 也就是說 以後你這個 重複使用 這個是一個很爛的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其實 沒有必要 你應該用常客表示法 會做得更漂亮 好 好 好 那這些剩下這幾個例子 我想這其他應該都 到還好 不是什麼 欸有個 再給我講一個這個 我 我 不好意思 好 這個 就是當你在做一些網頁的時候 好 假設你現在在做這個測試 你在測你頁面上面 有一個叫做H1的聯絡我們 你怎麼知道不會被改掉 改掉你怎麼知道 所以這個 就是他有提供一個 slashop的一個測試 slashop就是拍照拍快照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例如說 對我忘記了 我要拍快照 就像這樣 欸等我一下喔 OK 就像在拍個快照 然後 但萬一假如 有人跟你改1呢 你怎麼知道 或者這邊加個空白 可能壞掉 你不知道 所以 他的快照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 他會可以預期 我這一個 page 然後他會 to match snapshot 這個有個難拼 我不知道 有什麼長名字 好 那當你做完第一次之後 他會幫你把這個結果 存在一個叫做 在存在這裡 past這裡面有一個叫 snapshop 會存在這個地方 好 那下次 假設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如果不小心改一個 1 加個1 一跑測試就會壞掉 還要告訴你說 欸 你這個地方有問題 因為不符合原本的快照 所以 對於一些靜態頁面 例如說什麼 關於我們啊 企業什麼 企業介紹那種東西 基本上不會改的 你就 把它拍個快照 頁面就可以測起來了 好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 很快 就跟 做個收尾 好 就是 這個 past 是一個 基於 phpunit 深媒的一個測試框架 它算是跟 phpunit算是有蠻大的相容的 然後 所以如果說假設你要從那邊轉過去的話 他們有提供這個 pay車的指令 讓你可以用個drift 這個指令可以 轉過去了 很快 然後 你會看到 原本的是用assertion的寫法 然後 在那個 在 pass裡面會比較多 用 expect的寫法 然後 hook這個 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講到 然後 監看模式 就很愛 開著它就一直會看你在跑 然後 可以測快照 就像剛剛這個樣子 可以拍快照 然後 更新快照 如果你更新的話 你確定是更新的 你給它一個參數 然後給它後面這個參數 它就更新了 然後 在它官網上面有提到這個 這個我覺得這個很酷 就是 它可以平行跑測試 前面有人講說 那個測試跑太慢的問題 我覺得 你只要 現在我們的電腦 那個CPU 那個核心都很多顆嘛 給它跑下去 會快快一些 好 據說 據官網的說法是可以快到80%啦 我自己是沒試過 但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測試 好 tutus這個也是跟我們提到的 好 最後 一個簡單的小節就是 我覺得它 我試了之後 我覺得它 比我預期的多了一些 驚喜 就 該有的那些 其他測試框架 該有的那種BDD的寫法 該有的都有 但是多了一些 我剛剛像剛剛看到 我覺得 很妙的設計 雖然沒有到很喜歡 但我覺得很妙 我覺得 滿有意思的 那所以 最後這個總結 為什麼要寫測試 因為測試本身就是規格 你如果不寫 你如果不知道規格 你根本東西 照理說你寫不出來的 然後你可以 因為你有規格 你有測試 所以你可以寫出更有信心的程式碼 然後你可以做出更好的設計 然後如果假設 你們有想要以後 想要重構 想要reflector的話 至少你還有機會 你想你在專案大到一定程度之後 沒有測試 你reflector 就跟眼睛蒙起來 在跟它打架一樣 對 根本看不到你 不知道你會壞啊 好 那最後呢 這個是也是跟我們這 有關係的 就是在8月19號 的這個時間 有一場 我有去分享一場 就是關於VIT這工具 而且這個很有趣 是因為 VIT的那個作者 就有雨嬉 他會坐在 大概可能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講給大家聽 我 對 我要講 因為我要講那個 VIT這個Source Code 它就是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好 在關公面前耍大刀 那很開心的 很好玩 好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那個 Lover的官網 好 那另外就是 這是我們家最近在做一個服務 就是這個叫 人才介紹所 那你可以 那網址是那個Talent D.cc 如果說你想要找工作 或者是正在找工作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 細節 你可以從這個 更多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好 那這個就是 那這隻是什麼 這隻據說是貓 那為什麼要貓 因為工程師都喜歡貓 我不知道 至少我喜歡 好 然後 我們這一份 投影片的連結 就在這裡 就是5xcnp.us 然後斜線 pass 或者你少這個也可以 那如果說你要 加那個fb的話 就 來來 ok 就如果 如果你需要這個 其實你記網址會比較快 因為我記得那個 因為它那個點點太細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好少 所以你打網址就好 這5xcnp.us 然後斜線 應該就可以連得到 好 我超過了5分鐘 不好意思我沒有控制好 前面講太多不必要的故事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們知道可以在哪裡找得到我 可能在facebook上丟個訊息來 叫個好友 我們這個都可以聊一聊 可以齁 好啦 感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但是 我就放進來 直接